- 字幕提供 哈啰大家好我是阿信 欢迎收看我的频道 给通情组的标股报告书 今天是9月10号礼拜一 以下就是今天的影片 那今天影片的主题呢 是来跟大家分享一篇 是外资在昨天 跟着假日时候发布的一份报告 关于AI的部分 那在这份报告呢 他有提到说 他们最看好的是哪一部分的族群 好那在影片开始之前呢 好习惯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 并且开启小铃铛 那我们先来看到今天的大盘 今天大盘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大盘 为什么呢 你看哦像今天大盘 他是上涨涨了144点 涨很多哦 但是成交量 你看今天的成交量才多少 2337 这个量真的是非常的小 就比过去几天以来都还要小 那有人说老师他量这么小 为什么 因为今天晚上美国是放假的 所以说呢可能外资 他们就已经跑去放假了 所以说今天的量才会这么小 那再看到大盘的部分呢 还有一个重点就是在这一条 24日的均线 就我们在看到这一条均线的时候 他会跟五日线来做搭配 就会去观察说到底五日线 能不能够 往上穿过这条24 那像今天 均线的时候往上穿过去 但是比较可惜就是说 今天的量 并没有放大 也就是说呢 其实像我们在看到整个指数 如果他能够站上过去这一条就是 惯性的压力的话 那关键会在于说除了指数站上之外呢 均线要穿过去 那均线穿过去要配合价涨量增 所以今天 虽然说有站上 均线也有穿过去 但是美中不足的就是 他的量没有出来 那所以像这种 小量的情况之下 大家要记得哦 因为过去一段时间基本上 你会发现都是 维持着一个什么 就下跌 就是量增 那上涨呢 像这种上涨虽然量增 但他留个比较长的上影线 要不然上涨就是量缩 所以说像今天这一种 这么小的量 那我们接下来就要观察说 如果接下来他又出现了价跌量增 那就不是好现象 那所以说接下来观察重点就是说 他到底能不能够出现所谓的价涨量增 这个就是大盘观察重点 好那讲完大盘之后呢 来看到今天 我个人觉得蛮有趣的股票 就是大同集团 因为今天大同集团真的是 一大早的时候先看到像这个 2331的精英 很快就往下杀 然后你又看到像大同 跟着往下杀 然后再来看到像同样的 像什么浮华也是很烂 那有人就想说奇怪 今天一大早的时候就想说 奇怪 大同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 然后是因为电锅卖太好了吗 就是我们知道嘛 就是东西不能太好 为什么 因为你东西太好 耐用年限太久 你就卖不出去了嘛 所以你看现在手机 怎样就可能一两年就要换一支 他就强迫你换 那我们知道一台大同电锅 他可以用个十几年 这样都不会坏 所以说我们就觉得说 大同电锅 他做的太好也不是好事情 这是题外话 那只是说今天早上再问了一圈之后 其实不知道为什么 为什么大同今天会跌停盘 这个是没想到 那当然有市场传出说啊 可能就是因为他们 接下来有利多消息要公布 那所以说现在接末期的时候 大股东是没有办法去 互盘的 那这东西我觉得大家是听听就好 那只是说像大同今天的状况 其实比较 没这么漂亮 因为你看哦像过去一段时间 他其实就在一个这种高档盘整区 但像高档盘整区 然后今天一根这样撒下来 那像这种状况当然就很丑 那只是说会不会像市场讲 就是说因为今天大股东 他们没有办法互盘 有所谓的接末期 所以造成他们没办法上涨 那这个都是铃铛别论 只是说以现行来看 今天这一根的K棒 就是真的是蛮丑的 那为什么讲到他呢 因为其实今天早上的时候 会看一下说 为什么大同会这样撒 原因在于说 我们看到像上证指数的部分 上证指数是过去以来 我觉得是一个蛮弱势的指数 怎么说呢 因为他过去就是不断的跌嘛 那我们知道中国的经济 是一个蛮烂的状况 所以中国经济不好 那当然大家在想说 那可能会影响到全世界的经济 但像今天 连中国股市都反弹了 然后不知道为什么 大同间跌的稀里哗啦 所以这个就是今天 在看盘的时候 就跟大家分享一个 我觉得比较有趣的情况 每月早799 订阅阿信的Pressplay 线上课程 每天拖回一篇 技术面或是产业的教学文章 另外还有阿信自己独门的 筛选强势筹码程式 YT频道每周遇到的事 都有分享股市的盘后整理解析 周五会有阿信觉得 题材不错的个股 或是产业的解析影片 所有影片中 只要阿信有提到报告 都会欢迎学生和PP订阅户 找助理索取 一般观众加入LIOT 附上影片按赞 并且订阅的截图 也可以拿到报告哦 好那讲完这边之后 来跟大家稍微提一下 就是我们要今天跟大家分享 这个AI的报告 好那这个AI报告 其实它大概有43页吧 那这43页的部分呢 其实它有提到一个蛮关键 就是说在接下来成长性最高的 那我们先来看到这一份报告 在这一份 哎就看一下 哦这一份 好 这一份就是它报告的标题就讲说 AI的现在以及未来 好那他在那边提到的是说 首先我们一个个来跟大家分享好了 像是在第30页的时候吧 好像这个东西 它有提到说 在整个客制化 AI晶片的部分的话 其实 是未来成长性最高的 所以说你看哦 像他这边有提到像边缘AI 他这边有提到三个 第一个是边缘AI的 再来是推润型的晶片 然后再来是客制化 也就是所谓的自研晶片这一部分 那这个Kager呢 它就是年复合成长率 可以看到像 边缘AI这一部分 它的年复合成长率大概就32% 它就算也算不错啦 这32%也是个翻倍成长啦 但是真正能够翻好多倍的是谁 是这个 在自研晶片这一部分 所以在自研晶片这一块呢 主要是谁呢 主要就是 3661的 4型KY 因为你看哦 像这个就是在整个客制化晶片部分 自研晶片部分 你可以发现 像这个是亚马逊 然后这个是Google 然后微软 Meta 那他有提到说你看像 比如说像是在微软的部分 微软部分像我们跟大家分享过 这个雅典娜晶片 他是谁 他就是创意3443 会在明年第二季的时候 会上市的他就是帮微软去做这个 雅典娜晶片 那在世新呢这个 他就是3661的世新 你会发现基本上 所有跟自研晶片有关 他都有参与到 就除了像Google没有之外 其他都有 那像这个是 GN这个是通用汽车Cruise 他其实现在也有一款晶片 是帮通用汽车 来做所谓的自驾这一块 那就是说其实像世新的部分 为什么他之前能够是鼓王 为什么他一度能够成为鼓王 就是因为在整个自研晶片 客制化晶片这一块 其实世新 拿到的专案是非常多的 那其他像是 比如说像是Marvel他也有 那像是在这个亚马逊的这一块的话 Infloraccia 他就是所谓的推论型晶片 那Trainio呢 这一部分可能会被 Marvel拿走 这可能啦 目前市场还在传 但是说世新他还是能够拿到 整个推论晶片这一块 那所以说其实我们再继续往下看 在这份报告里面他有提到说像 边缘运算AI 他就有提到说其实在整个 边缘AI的这一部分 还没有成熟 这我们是有跟大家分享过一个观念 就是说你说云端要建置 建置完成之后 那你才能够有所谓的边缘的运算 那你现在的情况之下 连云端都还没有建置完成 我想讲的是 AI的边缘运算 不是我们传统听到的边缘运算 不是是AI的边缘运算 就是你云端要先建置完之后 你才能够有边缘的AI运算 那所以说其实像外资在这份报告 他就提到说 现在在边缘运算这一块 其实就还没有成熟 这个我觉得是大家在看 就是在整个 有些人问说 那边缘运算不是很多人吃到吗 对 但的确 他现在还没有成熟 就在手机这一块的话 他是还没有成熟的 所以说如果回到这个部分的话 在整个Kager的部分 就年复的成长率 你可以去看喔 在接下来年复的成长率最高的 就是在整个自研晶片这一部分 好 那我们再继续往下看 像这份报告 他其实还有一个重点 再继续往下谎 像他提到说 像这张图 把他标一下好了 这张图 在接下来你会发现说 到哪一部分的 哪一个产业 其实接下来在边缘运算部分的话 他的成长性是最高的 你会发现什么 在自驾车这一块 在自驾车这一块你会发现 他这个蓝色的框框 他是这样一路的往上 往上往上往上 也就是说呢 其实在接下来 我觉得大家会关注的重点 就是说 第一个你的AI 他到底未来的发展性 就是说他哪个产业发展性如何 像我们知道说 在整个自驾车的情况 是可以一路成长 一路成长 从2023到2027 都是一路成长的 那说这个东西可能就是在未来 我们可能会关注的 所以说有谁 是能够帮车厂 去做这个自驾晶片的 当然就是他可能就未来我们观察方向 所以像我们刚好跟大家分享 就说在 世新的部分 Tesla 他是有打入了 那接下来在谁 在整个通用汽车的部分 他也是有打入 所以Tesla 他这个Dojo 这这个东西 他也是跟他的所谓的Tesla 相关的 那也是跟AI相关 所以说其实我觉得在看 这份报告的时候 他虽然没有提到说什么个股 什么之类没有 但其实可以从这份报告里面 去推敲说到底谁 是比较能够 受惠 哪个产业比较能够受惠 所以说在整个成长性最高 就是在整个 就是ASIC这部分 就自驾晶片这一块 那他还有提到像这张图 像这张图的部分 帮大家标一下 这张图 这张图的部分 你看喔 蓝色的部分是Trainier 然后在 黄色的这Inference 这个叫推论 把它放大一点 这个Inference它推论 然后Trainier叫训练 所以你看喔 现在训练的部分 都还占很大一个占比 我看到因为你为什么 因为你AI晶片 你要先训练之后 AI制服器你要先训练之后 你才能够走到接下来的推论 那也就是说你看喔 现在今年是2023年 训练占了很大一个占比 推论只有这样 小小黄色这部分 但到了未来几年你会发现 其实推论晶片的成长性是非常高的 这也是为什么四星它股价一直能够在高档的原因 那再来其实看到像左边这一部分 左边这一部分呢 就是在整个 他有提到说 像 Trainier跟Inference 这一块的话 那有人说像这个东西 大家应该很熟悉 NVIDIA L40S 这个东西 像 有人会说 就是NVIDIA这个晶片 L40S 它会取代H100 其实这是错的 因为它两边用的是不同的 像这个L40S 它主要是用在什么 一般的企业客户 也就是所谓的推论这一块 那在推论之前呢 你要先有所谓的训练 所以训练有谁 就像NVIDIA H100 然后像是AMD MI300 这一块 它才训练 所以现在 你要谈到 推论其实还太早 目前都还在 训练的阶段 OK 所以讲到这边 大家应该会比较能够了解说 我们现在是在哪个阶段 所以说整个AI的话 我也觉得说这个产业 它的确 还有很大发展性 那为什么 因为现在才在第一段而已 后续还有什么 在推论 然后甚至到最终端的应用这一块 那我觉得说这个东西 它还是循序渐进 因为你连H100都还没出货 你根本就不用收集来推论 所以说其实像 比如说大家会常问 微创广达之类 对 他们现在状况就是说 他们可能在接下来 可能是9月份 10月份要开始出货 好那像提到微创的时候 今天有一份就是本土券上的报告 因为像大家提到说 微创 是不是真的会掉单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份报告 这份报告 就是原副还有出的报告 像今天有新闻嘛 就微创的AI Server 进入订单爆发期 夺下挥达新一代DGX HGX伺服器之后 再获得 MI300的伺服器基板订单 好那他这边有提到 就是说 微创他现在是拿到这些订单 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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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PU基板的业务 会有second source 分食 这是谁呢 这一间叫做 鸿亥 所以说明年的话 可能在微创他会拿到 所谓的GPU模组的部分 但是他那个基板 就是我们所谓的厚大版 他会有第二供应链 是被谁 就被鸿亥拿走 所以这一部分我们就来看一下 在这边报告他有写到 在这张图 左半部的这一张图 像有同学在问到说 为什么不提国外厂商 为什么 因为 你看 就整个从GPU模组 到Baseport 后大版 到主板 到Server 到整个机柜这样出货 你会发现 其实 都是台湾的公司 像 微创 FY就鸿海 然后再一张营业 好像这张图呢 有同学问到说 那为什么 我们都讲台湾的公司 不讲国外的 原因再来说你看到像这一张 他从 GPU的模组 到 后大版 到主机板 到Server 到整个机柜 你会发现像 微创 光达 音业达 然后这个是美超委 这个是国外的 那除了这些之外 你会发现说 其实 都是台湾的公司 所以说为什么这一波 行情会这么热的 主要原因就是因为 其实你会发现 不管从 他从整个 赤浮器这样出货 其实都是台湾这边吃到 那包含像零主界 也是几乎都是台湾这边吃到 所以说 我们不是不拿国外的厂商来比较 而是说国外厂商真的没有 像 比如说我目前看到 可能在整个H100 它赤浮器出货的话 可能像是 COAS这一块 就是台湾的 那可能ABF 它可能是日本的 EBIDEN拿到 那或是像是 HBM 高频关记忆体的话 可能是三星 加海力士拿到 但除了这些之外 其实里面很多东西 真的都是台湾这一块吃到 那只是说这一块订单 当然 目前来看 它当然是 出货是没有问题 只是说营收的贡献 到底能不能够符合市场的预期 这个就是我们接下来去看的 所以说 在今天分享这份报告 我觉得说在接下来 AI这一块 它还是有很大的成长性 因为现在 我们就还在第一阶段 那只是第一阶段 它是一个硬体的建制 那可是等到硬体建制完了之后 像这份报告提到说 可能到了2025年 在伪创可能到了2025年的时候 AI相关营收就开始衰退 为什么 因为你一开始的建制完成之后 接下来轮到谁 就轮到一些后续的终端的应用 这样了解吗 所以说我觉得大家在看 AI产业的时候 我觉得接下来还是有蛮多 就是公司可以来稍微观察一下 那只是说还是按照技术面操作 这样会比较好 那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 喜欢我的影片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并且开启小铃铛 那我们明天见喔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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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